Hello, my friend, how are you? 我介绍什么? 因为我上次介绍怎么烘热门鱼呢? 你们看到我的热门是咀的 其实我对你说,咀疗了之后 里面是风满了,没疗的,没有空置的,完全没有空置的 所以很多事,我知道嘛,我就跟着想斗的 因为当我们烘东西的时候 这里完全没风的,空路就是这样的 不可以留空置的嘛,但要烘东西嘛 其实,以前我都说过这种东西,但是蛮重要的 为什么这样告诉你呢? 因为,我要告诉你一点 现在烘了,烘了,里面是完全完全风满的 所以我要等它,比如说我差不多,里面的东西空喉了 当它烘了之后呢,可能里面的料料 里面的料料不用这么快拿出来,没关系 但是你又一样东西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做 什么东西呢?就是当这个烘东西的时候 里面是没风的,完全没有空置走出来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会影响到里面会 将这个烘东西消掉 甚至当你烘的时候 例如说,因为我曾经试过,但是没有想到 我甚至都用筷子 用筷子哦,你看我真的好烘的 我现在要等一三,等它就快叮了 再数了,等一三,不用空了 但是我不需要快点拿出来 有些时候里面给它,里面温就里面 给它慢慢液,慢慢液 然后,它呢,如果它现在不一直 我待它凌智秒钟 你说,嗯,OK,很快的了,你看它升一升 我这个平衣控就肯定了 完全是空后来自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做几年文卡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因为年文没有认真想到 那种严重性很大约 我完全是空后了,完全是空后了 然后没有火了 那我要做什么事呢? 我做什么事呢?我做什么事呢? 那我就知道了,我就是筷子 筷子不闲的嘛,叼叼飞 然后呢,筷子也是抹的,也是不卫生的嘛 那些塑胶也不可以嘛 塑胶是塑溶的,它会溶掉 你知道什么吗?就是,啊 皮酥,你要方便的,也可以 这个布的,这种是,好像伤口,包伤口的布质的 然后呢,我们打开个炉 打开个炉,就是这么简单 以前我没有想到,哎哟,我会走火的 不会嘛,你没有火,它哪里会走火 所以用皮酥呢,有人捕后呢,好像,不怕它拖出一点点丝 就出了额丝嘛 所以你可以,你多一个选择啦 布啊,挖着这个字的,可以 就是,因为它,因为它,当它蜂蜜了之后呢 蜂蜜没有空气的 当你没有火的时候,当它蜂蜜的东西冷却了 它就慢慢出水了 出水会影响到什么?就是这个炉了 因为呢,当它蜂蜜了,那些水就蜂蜜,蜂蜜 蜂蜜,蜂蜜,蜂蜜就会令到 蜂蜜,蜂蜜很容易烧掉 因为,蜂蜜是蜂蜜的东西,很容易有水分 令到它,当你撒着,弄的时候,水分完全没有清凉 它就会静着蜂蜜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本来,我要不要铁蜜蜜 我穿的真的要铁蜜,不止铁蜜,要铁蜜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东西,当我关起来,是蜜蜜的 完全是蜂蜜的 然后,它熟了 那么,我不要拿出来吃 可能里面不熟,没关系 那么,我只关了门 里面是不可以没有空气,烤出来的 所以,我就利用它补了 这样,很简单 你以前,我知道这么简单 那就可以了 主要呢,这里有点蜜蜜 15公尺出来 它就没有水分的了 当你没有放在布,它的水分 最容易做到铁蜜 这个是电锅 这空气,这水,尽量的电锅 当你刷着一开的时候,它就会消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已经很笨蛋 所以,怎么笨蛋呢? 就是因为呢 没有想到,啊,这个烤铢 有什么问题的 真的,最早的想到 可能我最早用很多 我没有用镜子 完全差点什么用镜子 所以,我就喜欢它方便 这个铢 第一,它没有电锅 很多油 走出来,哎呦 硬硬硬硬硬硬 等下放屋子 然后呢 用个烘铢烘呢 所以,问题呢 就,如果你们用尾玻璃 有尾玻璃方法 但是,我用烘铢呢 就是今天的心得 就是你们 就是利用这个布 这个布 这条铢 有空气 走出来 所以,变成了 用铢筷子 不均匀 好像掉下来 所以,我刚才做给你们看 我以前真的很笨 趁着铢 后来就觉得 哎呦,不起来 不卫生 什么什么 后来就想到 哎呦,用这个铢 这个铢 就是这么简单的 你看 里面有一条裂缝的 有一条裂缝的 将空气 这样滲透出来 我 我不用夸张告诉你们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之后 这个铢 不会消掉 完全不会消掉 所以,以前 我有一个铢 无东东消掉了 有可能 百分之九十九 是这个问题 因为,当我们烘好的东西 之后 没有 立刻拿出来 没有立刻拿出来 关键根本 完全没有空气在里面 可能就里面 你不用拿出来 其他慢慢液 但你没有想到 有其他空气 一定要 一定要 如果没有这块铢 其他空气滲出来 这个两个铢 很容易 吸收里面的水分 它就会消掉了 你看 我又不怕 长次告诉你们的东西 你看这个 这里空的 这里面是 有个空隙的 那些空隙的 那些空隙呢 就令到这个铢 很容易吸收到水 因为 因为 没有发出水嘛 那么又可以 倒 Nope ARD 那些水分 没有 消掉 没有 完全潦动 水分 甚至 漸疹地 当你 开的时候 那些水分 没有消掉 所以当我们烘好东西的最重要 加一块铺 要多久 一天半天 明天都可以 没有渣男 不然渣男帮你去掉 OK 我谢谢监狱了 祝你们成功